店内摆放各式各样的古早小物 其中这间店以前还是一间古老的年迷场 一般认称重道为稻农 生活在村里耕耘艺术的叫艺农 这家店的名称由此而来 南一大毕业的老板本身也是台南大旗当地人 深受教学社区营造的老师影响 因为离学校很近 我们可以来推动社区营造 那是这样的一个因缘机会我们就进来 那在这整个研究所的四五年的学习过程当中 而后我们也就跟我太太也在这边 也因为这样认识嘛 那我们也就思考我们在毕业之后 我们可以就是说好像有寻求年轻人 好像新的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将台南的古早年迷场进行空间活化与改造 让农产与文创以不同的面貌呈现 成为村中不一样的艺术据点 此外除了协助农村创生 也在周末假日举办活动 吸引青年会乡 让孩子更认识家乡 那当然我们在大起推动 就是说我们说村是游戏小岛 我们需要用一种让孩子可以来游戏 学习体验的一种方式 让他来认识这个聚落 来体验这个聚落 这个小店不只让部分农产品及小物 裹上文创外衣 同时也贩售青年人对农村的理想及心理 未来将继续以行动走在艺农的道路上 人体卫视台北台南综合报道 我感觉到这一句话 或是画面突然的一种方式 这一句话是9分钟的 我感觉到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我感觉到这一句话